正在搞一个活动 就是关于代课教师的 这方面您 代课教师我想提啊 刚才我那个后来那个 我们也给我看 我想啊 引申一下 这个代课老师 我想这这这 我想 这个事也不是绕开你们 我想讲侧重讲这么一个 就是说现在这个代课老师 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 谈到教育这个教教师队伍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民办教师 这是民办教师吗 这个怎么说呢 我考虑到观察了很久 这个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呢 怎么说呢 他还民办教师 从我认为啊 咱们说从严格意义上 他不算是正式国家成人的教师 他是就是说 他也是受这个民办教师 他的这个 当然他的这个教学质量 他的这个素质 他肯定不如这个正式师范的 这些东西 当然这个民办教师 包括你说的这个代课老师 这个问题确实成为一个教育部门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这个将来我我我啊 教育问题 我是从内心里希望 很多的这个我希望大量的这个民办教师 能够通过提努力自己的努力 刻苦学习 能够提高自己的水平 希望很多的民办教师 能够成为优秀的正式教师 这个除了民办教师 这个制约我们这个教育以外 我觉得现在 大家普遍反应的就是说 不要光说是民办教师了 就是我们这个正式的师范出来的老师 的这个文化素质和这个教育水平 也是有待于提高 的这个文化素质和这个文化素质